学生们从游览车上下车 这不是毕业旅行 而是高崇市立大树国中 学生们的生涯探索之旅 这个学校是一个很纯朴的 类似一个乡村型的学校 那我们学校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学校 大概三年级的学生有三百多人 但是有两百七十几位 参加这种职业性课程 全校将近75%的学生 参加职业试探课程 并不是因为这些孩子的 学业成绩低落 而是学校除了强调 个别化的学生需求之外 专业的辅导教师 也会掺着学生意愿 心理测验 日常探索等生涯辅导记录 手册内容 与学生、家长及导师 共同讨论孩子的生涯规划方向 另外也和临近高职学校合作 提供多种职类探索活动 并结合社区特色产业 让学生进行在地文化认识 用这个逐渐渐渐的地方当笔 然后把所有信用再画一次 在世信辅导上 高务师教育局这边呢 我们大概分三集 第一集的话就是课程 课程的话就是 一定要让孩子就是充分的了解 多元社会里头每一种职业的价值 第二集呢 就是让孩子充分的了解自己 用正确的测验工具 并且就是跟家庭做好一个对谈这样 那第三集的那个世信辅导师 有些孩子其实他不太容易辨识 那家长其实非常有困扰的 我们其实就是有三集的辅导 那就是学生智商中心 以大树国中为例的话 他可能有很多的孩子 毕业之后 不管你读到大学 或是读到研究所 其实很多他必须回去 接家里的田 荔枝田 凤梨田 你荔枝要做行销到全世界去 其实你还是要有知道 就是行销的策略 你要不要支持 你当然要啊 孩子在国中阶段的基本能力 你还是要有具备 我其实都经常会跟学校讲说 强化孩子的信心 跟对于家乡的认同 其实是我们在做世信辅导 很重要的关键 现在是高雄凤山商工 室内设计科的陈玉安 当初就在三年的国中求聚时期 透过多元化的世信辅导 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学习兴趣 从刚要考基册的时候就想说 以后高中大学要走什么路 然后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就觉得都不知道 他小时候是还蛮会画的 因为我看他笔拿起来就可以随便画 加个蝴蝶结加个星星 我的作品就生动了 当然每一个家长的希望就是 我们家的小孩一定要 就是读书会比较 出路会比较好 可是不一定每个小孩子 都会跟着我们的期望走 国艺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他有一点叛逆 不想读了 他就 就觉得读书很无聊 他就问我一句话说 妈妈我请问你 你数学到现在你用到的是什么东西 只有加减乘除嘛 然后我就咬口无言 所以我们国中 国二的时候有记忆学成这个课程 然后探索营 我就让他各方面都去涉略 都去摸索 在家长的支持下 国中二年级时 陈玉安参加了学校的职类试探营 除了接触电机电子职群 也参加了设计职群 玉安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孩子 当时他是以画画为主的一个发展倾向 在国二的时候 他也参加了一些创造力的竞赛 那在创造力竞赛动手做的方面 他得到了相当多的一个成果 那孩子他也思考到 是不是他又从动手做这方面 去发展他自己的人生 虽然在动力机械职群上 陈玉安获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他还是想多方尝试 于是他又选择了电机电子职群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一个单元来跟同学介绍 我们这个PVC馆子我们要来制作 那我们在中间 可是我这边为什么会关掉 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两个可能 刚才在制作的时候脚有踩到 那 我在那个二年级有一个 那个职类试探营的时候 对 有接触到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那个电机电子 他们这个电子这边有那个LED灯 我就接起来 就很酷啊 还蛮好玩的 不管是电机电子职群 我是机械职群上 只要和工业设计相关 陈玉安都有不错的成绩表现 而这也成为他最后选择了朝向工业设计 作为未来学习方向的重要关键 以前学校在推展生涯辅导活动的时候 经常是老师们透过日常对孩子们的观察 与孩子物谈后 就决定孩子未来要选择的科系 但是现在做法会渐渐改变了 以我们学校来说 我们会邀请导师还有家长以及孩子 跟辅导人员一起坐下来 了解他自己的人生 在国山在做进度抉择的时候 整合出他也许适合走室内设计 那这个孩子在高职表现得也相当的不错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家长 他们也并不晓得学生 小朋友到底要的是什么 小朋友也不晓得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经过学校安排的这种职业试探 然后记忆学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小朋友他能够去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 因为室内设计他有画画 但是进来之后接触到说 这个画画不是我想象那么简单 他还要更深入地去画它 对 所以当初选择这条路是对的 开怀的笑容是乐在学习的最佳体现 但除了帮孩子们找到适合发展目标之外 大数国中也顺应潮流趋势 结合职校与产业 开设职业试探课程 比如说像我们今年大概整个三年级 我们就开了九个子群的类科 那里面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像 新冠高中这边有个宠物的科目 这个是全国唯一的科目 所以变成你们放他的时候要小心哦 好不好 就是放他的时候要轻轻的 所以你们等一下输的时候 记得要一层扶着毛 然后另外一边拿着输着这个部分 轻轻的输 学校办理相关的活动 除了多元性社团之外 也要顾虑到目前在新兴市场上 所发展的一些词种 让孩子能够有多所探索的机会 我规划了相当多的记忆类的课程 让孩子参加 并不是要孩子去试探完之后 就走那条路 而是从试探中去找到他自己的人生 找到他自己的希望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除了接受基本能力的学习之外 透过校方新兴规划的多元智能探索管道 让这些非都会地区的孩子们 在学习的道路上获得了成就 也有了向前迈进的动力与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